情殺石頭燈 雖然中秋都來緊 不過都還是那麼熱 今天我們試下做這盒自製西瓜沙冰來燒燒鼠 雖然整個盒都是只有日文 不過都不難看得明白它的製作步驟 它說只要加點牛奶下去就可以做到二至三人份的沙冰 開出來就只有這包好像即食咖喱的材料包 照指示放入冰箱裡冷去3個小時以上 拿出來感覺到它不是撥得濕潤那麼硬 摸到它好像散修修的碎冰 不過其實我已經冷了4個小時 我想都夠啦 它說未開袋之前要捏散它做六份先 倒入碗之後 加上100毫升冰凍的牛奶 再攪拌幾十秒 嘩啊 一加了點奶下去整碗湯 希望會越攪越像沙冰 不過 現實又怎會盡如人意 攪拌均勻之後它還是這樣的質地 看下去根本就是一盒士多啤梨奶色 究竟是它有問題還是我做錯了些什麼呢 等我還特地拿個甜品杯出來炭沙冰 根本就拿錯杯 這樣倒下去再一斤斤地吃 真是咬到沒有朋友 你看看你想跟現實的分別 哪不像啊大哥 因為畫面實在太可憐 我還是忍不住換一隻杯來裝 那算冷很多 至少騙自己在喝奶色 說回味道 它那包東西的味道Exactly就是西瓜雪條那種味 誰知混了牛奶之後又出奇地夾 一點都不奇怪 不過可能是我周夜不夠冰凍 變成西瓜奶色 喝起來好像甜了一點 還有就是 就當它們是冰呀 我都不覺得一個份量夠三個人吃 如果它攪出來是沙冰質地的話 真是一事無妨 不過現在跟著它指示都攪成這樣 明明想吃沙冰變了杯奶色 真是好失望 如果你們買的話 記得冰到牙巴巴香香才可以做 地道的台式早餐 一事難忘的茶飲 精挑細選的住宿 令人流口水的美食 和令你落極忘形的好去處 只想去台北有超過100頁精彩推介 還不快點去只想旅行網站免費下載